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 今天想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很多人应该都很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每天真的时间很不够 你只凑得出30分钟的话怎么办 那当然我相信很多人 每天如果连30分钟你都很难凑出来 那你就把我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 直接就是等比例所小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30分钟 我自己如果只有30分钟的时候 我大概会怎么样去分配我的练习时间 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 你喜欢吉他教学,吉他演奏 或者你想要听一些原创音乐,暗黑音乐 或者是喜欢听一些乐团乐手的故事的话 都欢迎订阅追踪我们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新的影片就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如果你每天有30分钟的话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30分钟切割成3个10分钟 这是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方式 你可以根据你现在在练的东西 把它变成6个5分钟 5个6分钟 或2个15分钟 其实都可以 我自己觉得3个10分钟 是一个比较好分享的方式 所以今天先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3个10分钟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分成 技术 音阶 和弦 这三大类 每一个分别练10分钟 因为这三个我自己认为 在任何的风格当中 都是非常需要去 每天去熟悉的内容 所以我会用技术音阶和弦这三个来做区分 OK那首先第一个技术的话当然有分Pick的 或者是用手指的两种不同的技术都可以 当然是我今天先用有Pick的来练习 有Pick的话就看你今天想要怎么练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练法是练习交替波弦 然后交替波弦我就会用一弦一音 一弦二音 一弦三音 一弦四音 这几种做法来把它塞进我的10分钟里面 比方说一弦一音的话 可能就是我会用一个和弦 简单的和弦比方 一小调就把它按着 然后右手就弹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那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速度已经比较照得住的话 就可以稍微加快 那当然在练习的时候都还是要跟着节拍器 今天我只是简单分享 所以就没开节拍器 好那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加快一点 OK好那第二种是一弦二音 一弦二音的话最好练习的当然就是五声音阶 因为五声音阶就是一个一弦二音的排列组合 好那一弦三音的话就是非常适合练习的当然就是一弦三音的自然音阶 自然音阶的一个排列组合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我们的教学的话 我们在这个音阶篇里面基础的音阶篇其实都有分享 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我们之前的教学 一弦三音简单来说就是 OK好那这就是一弦三音的练习 那接下来是一弦四音 一弦四音的话最简单的练习当然就是爬格子 OK这当然就是简单分享一下 如果用Pick的话你想要怎么样去练习这个交替波线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你要练扫弦那就有扫两根扫三根到扫六根这样子不同的类别 你就可以根据你最近在学的内容去分配你的时间 好第二种大象是音阶 OK那大家当然已经可以看到我刚才是用跟着技术一起来练音阶 可是刚才很明显的就是我的音阶的跑法基本上都是从最低音到最高音 因为我刚才主要还是要练右手所以左手就是按照顺序这样弹 那如果你今天特别要练音阶的话我建议可以有一个很好玩的方式 就是一根弦的音阶到六根弦的音阶你可以这样子分开去练 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弹A小调A的合声小调音阶 你就可以先从一根弦开始 这是一根弦的一根弦的合声小调音阶的一个跑法 那当然两根弦 好这两根弦 那当然三根弦 三根弦 那当然 接下来四五六根我就不一此类推了 但是简单的说就是 你可以把你 最近在练的想要熟悉的音阶这样子 用一根一根弦来分配包含就算是你想想看五声音阶或者是其他任何音阶都可以这样子来分配练习 那第三个大项当然就是和弦 和弦的话我会把它分成两个简单的类别 就是封闭和弦跟开放和弦 那当然封闭跟开放你都可以去练三个很基本的和弦类型 也就是大和弦小和弦跟七和弦 七和弦当然又有分大七跟小七 OK 那就是因为就是就像我讲的这些类别真的太多 你可以根据你最近比较想要练的去把它塞到你的每一个十分钟里面 那假设我现在弹比较简单的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的大和弦小和弦的话 我会把开放和弦先简单的弹一下 不好意思弹成封闭 那当然封闭 或者是五弦的封闭 OK 这些我就是也会简单的来回跑个几次 让我的手指熟悉我的封闭的按法 开放和弦的按法 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更有余裕的话 你就可以练习所谓的 就是比方三和弦 OK 只有三根弦的就是 类似这样这个是稍微比较进阶一点的 当然很明显我们每天练习的内容都会根据我们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你是初学者 你可能就是要把开放和弦先练好 接下来才会发展到封闭和弦 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稍微练了一段时间 你可能就可以往一些比较高把位的音阶开始练习 所以今天只是提供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架构 架构里的内容 各位都可以自由替换 我今天的重点只是要说 请你把你的时间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配 然后在那个分配里面 每一个时间区块 都做一个主题式的练习 这样子你在练琴的时候会更有方向 而不是拿起吉他 然后不知道干嘛 把自己平常学的东西刷一刷就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ok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各位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或是写信到我们的email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也欢迎追踪我们的YouTube IG跟抖音频道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